一开始就是感觉口感不太好 就是有那种就是比较空洞的那种感觉嘛 但是也没就是没怎么样 后来发现就感觉吃着不太对了嘛 然后就把其他那一打开一看 就感觉里面爬那个活虫 小鹿买的是德福新鱼巧克力礼盒 价格68块8毛钱 有牛奶加心和摩卡真人两种口味 从小鹿拍的视频可以看到 巧克力上有白色的虫子在爬 他说巧克力买来后 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月 9月9号那天才拆开 没想到吃了几颗就发现了虫子 盒子上有客服电话 他已经打过了 那边的客服的话 就是一直在说 就是跟上级去领导做一个反馈 然后他给出的方案就是 就是说把这一盒赔给我 就退给我钱 然后再赔我赔给我两盒的价钱 也就是大概是总额是一百多的金额嘛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小鹿现场打开一颗巧克力的包装 也发现了虫子 这个是刚打 这不我刚拆开 这蓝色你看到没 这个是活的 看到没 找到小鹿买巧克力的这家 萧山身边超市 易老板看了一下 小鹿之前拍的视频 和他手上的巧克力 有童子这个东西的话 你说有问题 那到时候他们厂家业务员 叫我都可以处理这个事情的 对不对 我们只是说那个 我们有那个从正位区道进过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又没有说到处外面去 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哪 过 易老板说 之前小鹿没跟他反应 否则他马上就会联系厂家业务员 现场 小鹿又打了德福巧克力厂家 马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的电话 这个具体的原因的话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拍断的 但是出厂的时候 经过高温的话 产品是不会携带有这样的物质的 这有可能是在后期的保存过程中 出现了这种感染源也有可能的 保存我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来保存的 而且是在保质期内的 而且我购买之后也是放冰箱的 我拆完封之后 你这里面就有 已经有活虫了情况下 你说你外界物染源造成的 我是不认可的 客户人员表示 考虑到客户体验 在向公司申请后 可以做出一定的补偿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一次性 给到500块钱的这样一个赔偿 我们买盒巧克力 然后本来是一个节日的 一个送一个惊喜这种的 对吧 然后打开一看 还就是还吃出这种虫子 对 我的效果是 因为我们查了一下相关法律 就最少是 就是最少是 不能低于1000块钱赔偿 这件事 小鹿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超市的叶老板说 他也联系了厂家业务员 还有经销商 会一起到市场监管部门 配合处理 小鹿表示接受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好 好